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你有没有觉得非常荣耀 荣耀不荣耀 荣耀 我们实在是何等的荣耀 荣耀 回想了我们 从1977年 我和我姊妹结婚之后 我们就搬到这个 后衣区就是 找以前的七位所 然后就一直跟着这个 高小医学大学的学生 我们就一同活着回生活 回想一下 今年是2017 感谢主 40年过去了 如果像刚才弟兄说的 春夏秋冬 你要知道有过人快两季了 所以感谢主 我觉得实在是 我们能够在这么年后的时候 就能够把奉献给主 一同来奔跑这一条 蜀根的赛城 这实在是何等荣耀的事 那 我今天只用几个东西来 跟我们一同劝勉 第一个就是我们分享的主题就是 用这个歌罗西书三章一节 我们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寻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一个注解说到 什么是寻求上面的事 就是愿我们一生都寻求在造会中 并与造会一同过活基督的生活 再说一遍 就是我们一生都寻求在造会中 并与造会一同过活基督的生活 第一个造会中是我们的造会生活 与造会一同过就是跟我们的同伴们 一同过活基督的生活 那这样的生活可以归纳成三方面 第一就是我们要进入神对罪人 并对兄姊妹爱的关切里来爱人 我最近在读 从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读圣经的时候 我就发现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 从来不是顺便来的 他都是刻意来找我们的 我们就读几处 你看那个当主耶稣把自己 比喻成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 他来看见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 圣经是这样说的 他来到他那里 你看那个祭司他是说他是从那一条路下来 他讲到另外的人也是说他来到那地方 唯独讲到这位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他说他是来到他那里 你如果去读一读你就会发现他根本就是来到他那个地方 他不是来那个地方 他根本就是来到这个人的那里 来寻找他 你再往后堵你去看撒盖 主耶稣刻意经过了耶利哥 他去耶利哥 你以为他只经过那里吗 不 你看他也不认识撒盖 撒盖也不认识他 撒盖也从来没有见过主耶稣 撒盖只是想去看看耶稣 但是你看耶稣抬起头来就跟他说撒盖快下来 我今天就要到你家里去住 你看到了最后十节他怎么说 人是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你读那个注解 主耶稣从来不是 当好要经过耶利哥就碰到撒盖 不 他根本去耶利哥就是要找撒盖 就是要寻找拯救这个世上的人 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那个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人 主根本就是到那个井旁坐在那里等他 是不是这样 那个妇人来了也是谁先开口讲话 不是妇人讲话是主耶稣说 请你给我水喝 我的意思是说感谢主 这就是我们的主 你去看下以马五十的那两个门主 也是这样 两个人在那里讲来讲去 感谢主耶稣来跟他们同行 来顾喜他们 是不是 对 本来他们没有经过主的顾喜的时候 他们本来就想到住在以马五十了 甚至说天色都晚了 日头都平息了 他们强留主耶稣就住在以马五十 结果等到主耶稣故喜他们晚之后 你看他们马上做什么行动 他们马上就回耶稣 本来不是说字头已经平息了 怎么晚呢 本来都留下来 为什么马上回去 因为他们得到故喜了 谢谢主 我只愿意用这几个例子来 我们拔甲大甲一同来典礼 主啊我们都愿意进到 神对罪人和弟兄姊妹爱的关切里面 来爱每一位的罪人和弟兄姊妹 第二个主啊愿我们都 当我们愿意关切人的时候 第二个问题就碰到 你凭什么去关切 那就是我们必须要装备主的话 装备真理来供应生命 早晨我在后一期我也稍微提到 我最近读主的话的时候 特别是今天早晨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 我实在觉得实在真啥 我们只会读来读去 我只会读到生命的量 我们就读到说这个是饥饿人的需要 但是早晨我在读这里的时候 就是这一周最近在读的时候 我完全感觉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些人来跟随主耶稣是 因为五千人的神迹 所以他们就来找主耶稣 主说你们来找我 不是因为看见神迹 是因为吃饼得饱 马上就启示说 不要为地外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有点生命的食物劳力 这些听众啊 这些关注在跟在他旁边的房 他就以为 那什么是存到永远生命的食物啊 他以为说 他们的祖宗以前在跨原 吃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的吗 那个就是天上的食物 但是感谢主 主说不是耶 不是摩西把天上的食物赐下来 是主我的父把天上的食物赐下来的 那个天上的食物是赐下来要让人得生命的 那个群众马上就说 主啊 常把这样的食物赐过 你看主说什么 我就是生命的粮 有没有 他马上就讲到生命的粮 感谢赞美主 有没有 好那接着 他说什么 他就一直读下去 有没有 你去看 他就是这样一直把自己提出 然后就说到他的肉 他的血 有没有 然后就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这些人在旁边的人越听越乌土 听到最后就说 击哭 有没有 他说这话甚难 有谁能听 他才弟兄不是有这样的见证 有没有 然后他马上就转到说 吃人生命的乃是粮 肉是无意的 好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粮 就是生命 哎 感谢赞美主 那我呢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吗 没有 你看 门徒当中竟然有许多人退去 有没有 然后他就问 十二个门徒说 啊你们有想离开吗 离去吗 只有彼得说什么 主啊 你有永远生命的祸 那么我们还跟所谓 还归从谁 我以前读这个就读过去 感谢赞美主 我们都要 你要知道 我们要在主的身上 要吃主要喝主 要吃主的人 要一主活着 他的秘诀就是 你要吃主的祸 好 感谢主 那时候这个是圣经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 当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 这一周我才发现 原来那里写了几个标题 你有没有想到 这里是成为肉体 你有没有想到 当主耶稣讲到 血跟肉分开 那是指着他的被杀 你有没有想到 当他说 吃我的人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就住在窝里面 竟然写着主 那个标题是 复活以内疚 然后感谢主 他在门友中听见的 就说这话是很盛难 然后他说 这话叫你们半叠吗 你们看见人子生到 他先前所在的地方 怎么样 你看标题写什么 生天 六个 我吃人生命的 这我们常用 但是那里的标题写什么 要成为吃生命的灵 接下来我们只知道 在你有永远的生命 结果那里说 具体实化于生命的化 我就感谢主 这就是我们需要 一辈子都在真理上来画功夫 装备真理才能够供应生命 最后第三点就是 主啊 我们每个人 我看刚才非常棒 大家都在这一方面 有很好的考虑 我们都要在主的身上画功夫 经历主的牧养 才能够牧养别人 感谢主 因为我们都这样操练 天天都与主有交通 教程我们在追求一本书报的时候 那里有一句话 非常的撼动我们 就是 永远记得 即使你有很多的团体诚心 你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的诚心 但是那种诚心 都不能取代你我个人与主的诚心 都不能取代你我个人在主面前与主的交通 在交通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向主认罪 取用约翰遗书所说的 主啊我们若认我的罪 你是信实的 你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的罪 洗尽我所有的不义 并且我们要不断的不断的操练 实时转向主 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转向主 祂子及神就出去了 感谢主就是在这三方面一同来操练 第一就是进入神对罪人 和弟兄姊妹爱的关切里 来爱人 第二就是愿我们都装备真理 才能够供应生命 第三愿我们都操练在主的身上 我公布 以经历主的牧羊来牧羊人 最后愿我们都操练 我的主题就是 主啊我们都愿意寻求在照会中 并与照会一同过我基督的生活 主啊 今天很喜乐参加牛姊妹的毕业聚会 感谢牛姊妹经过这些年 真是有更多的基督做到你的理念 对 这个毕业节礼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每个人参加毕业节礼的心情不太一样 如果你这个大决四年也是很认真过的 你就觉得毕业节礼对我来说很有经验 但如果你这个四年随随便便过 你觉得这个毕业节礼对我来说 就好像没有那么有价值 所以就是不知道你的心情如何 那牛姊妹我觉得我们人生要好多次的毕业 我们从国小毕业 国中毕业 高中毕业到大学毕业 其实我后面还有很多很多需要 对经过我的毕业的过程 那这一个毕业的事当就是一个人生的转折 那牛姊妹每次毕业 其实都让我们能够有一种的回顾 到底我这段时间在我的人生中 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光景 如果我们从一个阶段到一个阶段 我觉得我们是预备好的 其实我们里面就蛮了行的 而且我们里面也觉得我们能够 在一种的祝福里面继续的往前 这次呢 特别的这次我到母国 我刚好去参加了哈佛的毕业典 那天呢 他们毕业典离是9点45分开始 6点45分进去 那天下着雨 纽约下雨 其实虽然是5月了 但是觉得非常的冷 就是所有人都在那个广场上打个伤 我看到好多父母亲啊 从瑞士来的 从西班牙来的 从北京来的 就是为了参加他 儿子女儿的哈佛的毕业 那天记得满满的 他们也没有这么好的室内的场所 大家都打着雨伞 在那边参加毕业典离 平常觉得哈佛非常的 真是凤毛铃角 那天突然间看见这么多毕业生 原来哈佛毕业生也蛮多的 一下子三四千个毕业生 原来这个学校有这么多人要毕业了 那么哈佛每年都希望有效应回来 我想这些年轻人 就着世界的眼光来说 他们的确或许他们毕业之后 都会成为在社会中某一种影响力 但是我坐在坐在 我在那边看看 我觉得在那里就为了这种校园找到 主啊 有这么多的青年人 但是能够顾到你心意的青年人有多少 能够成就你心意的青年人有多少 这些人也许在世界上将来 人欲其或许有飞黄和堂的奇迹 但主啊 你的旨意在哪些人 其实你的身上能够得着实现 所以我就觉得在那里 好好好 我就觉得 我今天参加你的毕业天理 我觉得哪里更荣耀了 这个哈佛的校会啊 写了一个字 叫做 叫做 Veritas 然后呢 旁边呢 有一串的拉丁文 写着 基督宇宙文明文 那 Veritas 什么意思呢? Veritas 就是真理 当初这个学校所培养的 柯胖茅有一班认识真理的人 看牛子妹 什么是真理 主是自己说 我是真理 我是实际 牛子妹 只有主才是真理 主的今天的成了就是实际的理 也就是真理的人进到了我们的理念 使我们成为他真理的构成 牛子妹 主所要得主的真正的真理 就是基督是真理 造会也是真理 基督是真理的时候 造会是真理的扩大 牛子妹 我们才是真正在主师地中的人 所以牛子妹 我觉得非常宝贝啊 今天呢 是好像在外面追求 但是追求到最后很多时候 其实他们忘了他们自己的宗旨 但是我们今天呢 在造会里面 我们就认识什么叫做基督与造会 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真理 牛子妹 我相信这四年 如果你更多的让基督做到你的里面 你就是让真理 真实的东西 更多的做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能够被真理的生命所构成 我们就成为真理的章石 我看看 我就觉得实在很宝贝 今天在造会中有一班的青年人 能够被基督得着 被基督构成 让基督长在我们的里面 让这个实际的里面 把基督一切的实际 实实在我们身上 使我们成为实际 你们 这个我刚刚在下面做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有一个感觉 对不对 我们将来呢 都有一个真正的毕业点 那毕业点礼就是主再来的时候 你们 当那天主再来的时候呢 他们我们每一位呢 都是预备好的 都是呢 身穿明亮洁净的细马衣 我们都是呢 在我们的一生中 不断让基督的真理构成到我们里面的 预备好的成为他真理的展示 各位各位 我觉得那天的毕业点礼 会非常的荣耀 我希望那天的毕业点礼 因为没有人觉得很修长的 因为没有预备好 在天的 大家都都是预备好了 就能够进到国主与国主人的快乐里面 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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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有好几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呢 都是我们预备的过程 盼望呢 这个真理的实际 借着我们的追求主 借着我们的造会生活 更多的能够做到我们的一面 各位各位各位 当你离开笑语就发现 其实世界上很多东西 每条道路上都有虚假 很多世上都有它的虚假 唯有基督是真实 而这真实呢 不是只是在外面 这真实就是基督自己更多的构成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当主带来的时候 真理要得胜为王 因为所有的虚假都会过去 因为一切都要被这真理的实际所充满 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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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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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我得作了荣耀尊贵为我的冠冕 那就是我们好不好 再把今天第1次的诗歌唱一遍 我们的车后呢 李宗大金就为我们有点祝福的唱唱 好不好 这首歌站起来 李宗大金在入皇冬 我们的历史时代 祝你华中的运气 我一胸带离 以你经历风雨风起 看见荣耀日香 将我一身献上 想念找你心意 我一胸带离手里 成为他第一项 使我一身献上 以你经历 生我看望 我一胸带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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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后一胸带离手 这样是我传续 我一胸带离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是记住我一年 圣团地朝鲜 圣城上能周及实现 看见荣耀异响 将我一生献上 圣藏的心里 我已满起手里 将为恒的影响 其我一生所想 命运在你 成功阿弘 阿弘 阿弘 好 请坐 主要向我祷告吗 感谢主 我用祷告来祝福你们 Amen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把这群大师的毕业生 交托在你恩手中 他们都一生可以把他自己 奉献给你 Amen 可以得罪他们的一生 Amen 有名荣耀的意向 Amen 来吸引他们 Amen 让他们知道 Amen 前选你是最伤算的 Amen Amen 在照一种服事你是最荣耀的 Amen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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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他们 Amen 主耶稣 牧养他们 Amen 都走在你的正路上 Amen 做一个爱你 跟一个侍奉你的人 Amen 为各地照为的祝福 Amen 主耶稣 在哪里 Amen 主耶稣 都能够做你明亮的心 Amen 主耶稣 将你照耀出来 Amen 各地的弟兄姊妹们 Amen 不同佩达 Amen 向为你的身体 Amen 伤行你丰盛的荣耀 Amen 主耶稣 祝福他们 Amen 一生与他们同在 Amen 求你赐下你七命的同在 Amen 永远不离开他们 Amen 一世都埋怨你们恩典和慈爱 Amen 赞免你 Amen 你们讲的祝福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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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主祝福你们 Amen 好 这边 这边有几项事项的报告 第一点就是 各地友姊妹家的餐盘 请大家 离开的时候 记得到处上去 那 那点点的报告 就是在我们的报告桌 有看案 我们这一次毕业生 我们制作的毕业经验册 制作的毕业经验册 然后一本是200元 然后请有登记的弟兄姊妹们可以先去购买 然后其他弟兄姊妹如果已经卖完了 你没有买到也可以再做登记 阿men 我们会再定一些 阿men 然后也有 这一次聚集的单章 也欢迎弟兄姊妹们去所需 阿men 阿men 第三点报告就是 今天的这场聚会 有算在主日里面 所以请点名的时候 也注意要将这个人会算进去 阿men 下周五六月九号 是我们的管家机施工团交通 地点是在A3014 在A3014 然后是7点半开始 阿men 弟兄姊妹们都能够一同来 阿们 阿们 好 那接下来就是 等一下我们会先拍照 然后我们会留15 那我们会留一些时间到9点15分 然后弟兄姊妹就在这个空间 看一下这个BSN预备的海报 有一些交通 那到9点15分的时候 我们 弟兄姊妹在一起把这个前场 还有后面那个后场做一个步圆 阿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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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men